大姐,你刚养花的时候,花了多少钱? 就现在来潮的时候,花了20块钱,买了一盆菊花,放在家里以后呢,发现心情都变好了。 那我就想多买几盆,那不是能有更多的快乐吗? 所以我就买呀买呀买呀,看那个花放在那儿呢,就觉得心里脸不错的。 后来阳台上慢慢地放放放放放就全放满了。 最早就建了一个花房,后来我又发现月季呢,竟然有上万的品种。 集齐呢,是有点困难,但是其中最好看的十几个品种,我拥有一下还是不过分的吧? 那么听说绣球呢,才30多个品种,集齐应该也不难吧? 花就是越来越多,如果有一些黄叶呀,烂根啊,生虫呢,这些问题,我就开始研究花的习性。 怎么浇水,怎么施肥,怎么自病虫害,怎么换盆,选择什么样的土,选择什么样的工具, 还有园艺产呀,喷壶呀,那个推子呀,各种茧子呀,等等等等都有。 温湿度计得有吧,土壤检测仪得有吧,而且植物实用百科,我也有好几本哦。 工具必须先备全,养不养活再说。 花越来越多了,一个花房渐渐的不够用了,那我就想整个小院吧,这个院也是越整越大了。 有了小院之后呢,那我可不是可以种树吗? 然后我又喜欢枫树,那么就先来一棵枫树,两棵,三棵,四棵,五棵,渐渐的,我又有三十多棵枫树。 有一棵最高的呢,大概是有十几岁了,边子还要大。 还有我喜欢吃葡萄,那就种一棵葡萄树吧,还有樱桃树,还有杏树。 花园有了,它又有北面和南面,樱面和阳面。 樱面不能空着吧,就得养一些耐樱的植物。 卖晒的也安排上吧,就整个院子,满满的。 三年的时间里面,我拥有了几百棵植物,也不想拍戏了,也不想出眼门了。 就想天天守着看看我的那个花花草草。 看着它呢我就开心,发芽了我就高兴,长叶子了我也高兴,开花了我更高兴。 你要问我眼花的镜头是什么? 是露不完的壳,是剁不完的手,是敲不完的心,但也是呢加倍的快乐,也是一连串的惊喜,是喧嚣的城市里安守内心的那一份清凉和泥静。 和喝闹水 。 感谢观看